我们失去的在大产业弯道超车机关 太可惜了 我老说乐视不该死 我不要谈假情的人品 我也不谈那假日功能 但是我至少接触过两个乐视的高管 他们都跟我讲假情是有情节的 当我做了研究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才知道乐视在做什么 大家看 乐视在做什么呀 就是生态 问大家问题 今天谁在做生态 苹果 小米 果哥 亚马逊 都在做生态 只不过他被人醒了什么呀 早了一点 他醒了早了一点 对 所以他就死了 那么即使在假情最倒霉的时候 美国主要经理媒体 是这样评价假情和他的事业 福布杂志 称他的法律代去说 是来自于中国的特斯拉杀手 你们知道 这个评价有多高 我早就说 他的这个汽车 比特斯拉好的不是一点半点 他几百个亿 聚合全球最优秀的行业的知识分子 技术专家 做了一辆辆车 我记得有一次在青花学院上课的时候 有位同学跟他拍 喂 我说你小伙子别录像 他说小伙我拍照 他说我第一次听老师 在课程上正面讲假情 他说小伙子 我做我的助手 就在美国做特斯拉气球 他说您的评价是对的 大家看到 特斯拉是中国救火的 在特斯拉最倒霉的时候 中国贡献了38%的市场 上海政府大片的土地 划给特斯拉 用我的商业贷款 做中国市场 我想问了个同学 中国市场缺特斯拉吗 我们自己制作的对手 要让他们把我的事情量 甩在后面 大家看到 李舒福 3000磅美金 准备一张起重 珠海政府准备投20亿 这几年前 让他回国 让这车回国 回不来 那恒大入住他 竟然把这吃掉 我叫问一下 你做地产的做什么车 那是人家孩子 你为什么不去分享 这个华丽世华称他的 那个事实非点经济 点了中国的核心 中国社会 不允许失败 不知伤心 太可惜了 我说过 我不评价这个人 但是我就评价这件事情